公元前247年 13岁的嬴政刚刚登上王位时 就开始陵园的修建 历时39年的时间 共有80多万人参与到建设之中 直到秦始皇去世的第二年才全部完工 足以想象这座地下宫殿的壮观程度 如果细看秦始皇陵 比兵马俑更神秘的 是他惊人的复杂程度 可以说是整个宇宙的缩影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1974年 陕西陵同村意外发现了残破的陶涌 也正是因此震惊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 经过考古专家多年的勘察被发掘 皇陵面积高达56平方公里 相当于78个故宫 但是专家们挖到最后就不敢挖了 因为他们发现了太多的谜团 秦始皇陵谜题之一 秦始皇陵目地公里究竟有什么 秦始皇陵目位于离山 我们现在勘测它的底边边长 大概470米 高度从不同的位置测量的话都不同 从北侧区域看 大概有55米高 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金字塔 和古代埃及的金字塔相比 它没有那么高 但以宏大去胜 在这个巨大的风土下 还有一个巨大的台体 这个台体东南西北基础的部分有240米 顶部的部分有120米 东西有窝口 对应着秦始皇陵的木道 这个巨大的台体下面 才是司马迁所描述的秦始皇陵的墓室 据现在的勘测显示 这个墓有很多层空间 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了解到 它最外层的是一个巨大的开挖空间 东西长170米 南北宽145米 深度30米 这是一个体量巨大的空间 空间之内可能还有不同的结构 现在已经明确 最核心的结构是墓室的部位 东西长80米 南北宽50米 深度15米 这个内部的空间 才是司马迁所说的地宫 整个地宫营造了一个 长久不熄灭的宇宙模型 也是最核心的区域 我目前只能通过司马迁的描述 来想象它的复杂程度 秦始皇陵谜题之二 自动发射器 秦始皇在防止盗墓方面 也苦费心机 实际记载 秦陵地宫 令将做机奴师 有所穿进者折射之 指的是这里安装着一套 自动发射的暗弩 如果记载属实的话 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自动防盗器 秦代曾生产过连发三件的工弩 但是安放在地宫的暗弩 当是一套自动发射的工弩 当外界物体碰到弩 便会自动发射 2200多年前的秦代 何以生产如此高超的自动发射器 是一大谜团 至今也未解开 秦皇陵 谜题之三 秦始皇陵的江河湖海是什么 2003年 中国考古队利用地球物理勘察技术 对秦始皇陵进行无损勘测 初步确定地宫深达30米 足足穿过了三层地下水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风土堆上 存在着严重拱异常 有人推测拱储量可能多达上百吨 这也印证了司马迁的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相机灌输描述 水银是一种液态金属 具有镇静安神与防腐的奇象 秦始皇为何要在地宫注入大量水银 理由大概有两个 一是杀死入侵盗墓贼 二是防止尸体腐烂 水银功效下而易见的 但水银来源一直是千古之谜 最可靠的是 秦陵之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水银 有可能来自巡洋 因为巡洋青铜沟的水银 大概占中国水银总量的20% 而巡洋离秦陵的直线距离 仅百余公里 秦皇陵谜题之三 秦始皇陵长明灯为何千年不灭 当初考古学家在挖掘秦始皇陵 发现地宫的长明灯 竟然是一直亮着的 这就让人非常惊异了 这个长明灯为何能够燃烧这么久呢 实际中有这么一条记载 以人鱼膏为主 渡不灭者久之 通过专家分析 文中所说的人鱼 实际上在古代叫焦人 那这个焦人又是什么呢 后来专家通过提取灯油成分 进行分析 原来焦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鲸鱼 也就是说当初秦始皇下令 捕杀了很多鲸鱼 将它们熬制成油 分装在不同的瓶子中 然后将鲸鱼炼制成灯油 可虽然鲸鱼油比普通灯油耐烧 那也不可能燃烧上千年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最终 国外的专家通过具体分析灯油的成分 破解了秦始皇陵长明灯千年不灭之谜 一灯油中含有黄铃 黄铃是一种可以阻止物体燃烧的物质 通过它和灯油的混合 可以大大减缓灯油的燃烧过程 据专家推测 通过加入适量的黄铃 整个灯油的燃烧时间 甚至可以高出普通灯油数百倍 可是即便是可以增加数百倍的燃烧时间 那也不可能燃烧千年呢 事实上 这就和我们初中所学的化学知识有关了 我们都知道 燃烧是需要氧气的 刚开始的地灵里面是有氧气的 可以支撑灯油的燃烧 可是随着灯油的持续燃烧 地灵中的氧气逐渐被消耗殆尽 而地灵本身又是个封闭空间 没有外部空气流进来 所以到了后面 长明灯自己就熄灭了 2.灯油中含有白铃 按照上面解释 长明灯在地灵中全部熄灭了 那为何后面又重新燃起来呢 这就要说到灯油中的另一种物质 白铃 白铃这种东西燃点特别低 暴露在空气中就极易自燃起来 当灵幕被打开 空气流入进来 白铃也就自燃起来 最终带动长明灯燃烧起来 这也就是长明灯能燃烧千年的原因 秦始皇陵谜题之四 秦始皇陵体现了怎样的宇宙观 秦始皇陵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巨大的风土 巨大的风土之外 有个相对来说一个中心的区域 这个中心区大概乘两平方公里左右 但是在中心区域之外 包括冰马泳坑 青铜水行坑 是位于一个缓冲地带上 这个缓冲地带实际上也是有理之意的 那么更大的范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离山半月形的地带 是秦朝控制的区域 这实际上就是多层环绕中心 也是传统的一种宇宙模式 通过灵幕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这个宇宙图示 又跟咸阳的向天法地 和秦始皇生前的吉庙 有很大的关系 吉庙连接到上天所居住的地居 这样看来 实际上是秦始皇在现实中 无法实现的理想天下 通过灵幕实现了 由此 灵幕成为天人一体结构中间重要的一环 秦始皇陵 谜题之舞 秦始皇遗体完好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长沙马王堆汉木女士的发现 震惊中外 其尸骨保存之完好 举世罕见 由此有人推测 秦始皇的遗体 也会完好的保存下来 虽然客观上具备保护遗体条件 但秦始皇遗体 是否完好的保存下来呢 如果单从遗体保护技术而言 相距秦代不足百年的西汉女尸 能很好的保护下来 秦代应具备保护遗体的防腐技术 问题是秦始皇死在初寻途中 而且更糟的是正值酷暑时节 尸体未运多远 便发出了熏人的腥味 为了防止腥味扩散 走漏风生 赵高胡亥立即派人 从河中捞了一框框鲍鱼 将鲍鱼与尸体放在一起 掩盖尸体臭味 这样经过五十余天的长途颠簸 9月尸鲍鱼终于运回咸阳发丧 秦始皇由死到下葬还间隔近两个月 因此秦始皇遗体保存完好的可能性很小 从科学角度分析 关于秦始皇陵不能挖掘的真正原因 是秦始皇陵时间相隔太久远了 如今还没有足够好的东西可以保存文物 冰蛙蛹就是一个例子 在刚挖出来的时候冰蛙蛹核核如生 而且还有一些彩绘 但是在出土以后 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彩漆在接入到空气以后 全部被氧化了 所以专家害怕 其他地宫文物也会遭到破坏 因此停止了发掘 目前秦皇陵还是有很多疑问的 如果大家喜欢 读者后面会继续为大家揭秘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就点个赞并转发一下吧